大家好,我是伦敦老刘 今天还是系列关于剑桥的介绍 我的身后就是Saint Catherine College 也是我所在的学院 剑桥大学31个学院 今天带大家走进烽火轮学院 Saint Catherine 为什么叫烽火轮呢 大家可以看它的图标 它的logo 它的logo就是一个烽火轮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走进去看一看 圣凯斯林学院 它位于剑桥的市中心 北面挨着的是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 细心的大家可能看到了 圣凯斯林学院的建筑风格 和剑桥大学的其他学院来看 外观上有些不一样 因为圣凯斯林学院 是面向主阶的一个开放式庭院 而不是剑桥大学 其他学院通常采用的这种庭院式设计 圣凯斯林学院始建于1473年 也就是明朝的成化十年 学生们都喜欢以Cats这个昵称 来称呼这个学院 但照在1459年 时任建筑大学校长 同时是国王学院院长的 Robert Woodlack就开始购买土地 着手建立一所新的学院 普遍的观点认为 Woodlack的最终选择 圣人凯斯林这个名字 来命名他的新学院 是文艺复兴时期盛行的一种崇拜 一种致敬 圣凯斯林学院的学院logo 之所以叫做封火轮 是因为上面印有一个breaking veil 直译叫做破轮 好听一点可以叫做行刑轮 这是一种主要在欧洲 从古代到中世纪 一直到19世纪 英国用于公开处决 犯人的一种酷刑方法 圣凯斯林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 在宗教冲突当中被判处死刑 他又被钉在一个轮状的十字架上 然而据传说 当他的身体碰到了那个十字架的时候 轮子奇迹般的断裂了 从此以后 大家就称这个封火轮为凯斯林轮 也就是学院大门上 这个金黄色轮子图案的由来 谢谢大家